Charlie 我現在跟你show這個video一下 就是說這個燈就是我們當時講到所謂的CLED 那你可以看到它後面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電線這樣子合起來 最後就是個總電線的地方去power它 OK 那現在在我的了解知道說 9005是high beam which也是它原廠的DRL的地方 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通常這個CLED這裡 CLED這裡 它的power其實原本現在是所謂的parking 那parking的話在這邊我轉出來 你可以看到是一個炸彈燈泡 T10的燈泡 在這邊 那T10的燈泡在這邊 以後可以當然是可以給這個CLED power 可是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如果我們做所謂的 橘燈跟白燈互換的話 電線該怎麼出來 因為你也知道會有一個extra的正極 回去給那個signal的部分去用 去做switchback的動作 那 另外一個 但是這個東西 once進去你也可以知道就全部封住 所以那個電線出不來 我的想法是叫 地保本身去 裝一個 裝一個洞 已經在這裡面讓那條電線出來 然後最後再封起來那個洞 那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很多客人如果他去做這個東西的 改裝的話 他會希望說這個 這個 CLED量 不是只有 所謂的 parking light 晚上的時候才會亮 當然是希望白天DRL的時候亮 那在白天DRL的時候亮 所以現在是問題來了 你們 當時幫我們做的 Module 9005 可能可以做這個動作 可是我們有試過一次 在這個SUBURU上面 是不能用 那我不太確定為什麼 或者是 甚至是不是那台車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個不太確定的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Module 就算我們用 現在又多了一個Problem 這個Problem就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 在做的Module 就是9005 HIGHBING是HIGHBING DRL是DIL 的情況之下 又裝了這個所謂的 呃 橘色跟白色 互換的 turn signal的這個功能 再加上這個所謂的9005 這個是我 我當然不確定的地方 那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然後呢 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說 DRL還是照常 讓他這樣用 不也不賣我們的Module跟他 呃 而是說 假如說我給你一個CLED 你可以做到橘色跟白色互換 然後有三條電線出來 這個當然都明白 可是有什麼辦法說 如果 有任何一個 所謂的控制白光的 這個部分 就是原本是拿 Parking Light 接Power的部分 是不是在做另外一個 Positive Wire 去控制白光的出來 然後我們自己是不是在做 所謂的Relay的線 去讓他去接 讓他變成 獨立的DRL 這種做法 那你認不認同 如果我們不用Module 因為我怕Module的部分 沒有辦法做這個功能之外 或者是說他的Cost 整個在增加 所以你讓我知道 那如果我們是做 剛才講的那種方式可行 總共有四條電線的話 那所有的電線都會從這邊 出來 只有Parking Light 正負機進去 但是有一個正極的白光 跟一個正極的 菊光 會出來讓客人自己想辦法去用 那你讓我知道你的想法 好謝謝 好謝謝